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做PiChen 拍攝的期是7月17日 因為打風 改了很多工作 因為工作的改動 今天可以和大家拍片 今天會和大家主力講講國安的行動 覆蓋上一集沒有和大家講的重點 例如 最新一波的問話 被帶走的前眾志常委林順軒 究竟他有什麼來頭呢 而其實黃之鋒在一個月前都有提到要捉鬼 今次的事件 是不是因為有鬼 我都會和大家探討一下 而就通緝令以來 國安的行動 上一集都和大家簡單做了一個總結 大家可以看上一集 了解更多資料背景 不過連日來 焦點似乎都放在羅冠聰 其實國安的行動一浪一浪 對其他漢奸都沒有停過 相信這年一早宣布收山的李柱銘 現在都要害怕 因為國安的行動都非常有效率 就連英國都出口術 要求我們撤回通緝令 但是諷刺的是 英國最近都頒布了新的國安法 我都會和大家說說 最後會說說拜登的近況 拜登的言行真是一次比一次爆 真是嚇到人了 他的政敵都建議他快進入老人院 而我就覺得拜登入封人院比較合適 開始前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 陳榮欽 Joph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了 中間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給我聽你的看法 亦都希望將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和媒體探測派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入代影片到惡意攻擊 意圖令影片下架 所以希望大家一路看影片 一路讚好和留言 支持我更加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優先獨家看到我的影片 嘴看陳榮欽 知青原因有開心 訂閱Jophie Chan 同意論證 洗蜜鏡 先說一下國安都不只是著眼於羅冠聰 國安對其他7名被懸紅通緝的漢奸的行動都是無間斷的 而警方國安署的行動都可以說是橫橫雙購 一浪之不浪 打得一班現代漢奸可以振腳大亂 驚煌失措 還要對正他們的弱點去打 繼早前一口氣發出8張國安通緝令 通緝8名涉嫌賣國賣港 干犯香港國安法重聚的 現代漢奸後 國安署隨即採取行動 針對聲稱已解散的港獨組織 香港眾志的前核心成員 以及現代漢奸之一的羅冠聰家人進行調查 了解他們有沒有以任何形式 資助羅冠聰在海外賣國行動 還有有沒有擔當羅冠聰在香港的代理人的角色 表面上國安署的一連串行動都是針對羅冠聰一個 但很明顯這個說法都不太準確 大家不要忘記 國安署雖然是我們香港 負起維護國家安全主體責任的主要執法機關 但這個責任都不限於在國安署的 而整個特區政府一起去維護國家安全 所以在追究八大漢奸方面 特區政府的行動和決心都是一致的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日前都已經表明 向大律師公會和律師公會投訴八大漢奸之二 包括大律師郭榮鏗和律師任建峰 大家可能會問 這個投訴有沒有效果呢 他們都已經不在香港 不會接官司了 其實這個說法都不太全面了 因為要求投訴郭榮鏗和任建峰 客觀的作用有點像國安署拘捕前香港眾志的核心成員 就是希望截斷八大漢奸在香港的聯繫 以郭榮鏗和任建峰為例 他們倆直到今天都仍然在香港的制度下 是註冊的專業人士 所以正式向負責兩個人註冊的機構投訴 不多不少一定都對他們 甚至希望或計劃 是支持他們的人帶來壓力的 絕對都可以起到斷鏈的效果 國安署和政府的其他部門針對八大漢奸和執法的行動 都是不會就這樣就算的 未來可能會在不同方向繼續跟進 參考國安署近日的做法 由八大漢奸仍然留在香港的家人入手 很明顯是非常奏效 那些原本打算 親親相偉 包庇現代漢奸的在港人士 在國安署一連串的執法行動之後 可能都會不多不少打消他們的年頭 就算他們不會主動配合國安署的調查也好 至少他們都不夠膽再跟這八名的現代漢奸有聯繫 另一個可以做到斷鏈的效果的 就是另一名被通緝的現代漢奸 前職公盟總幹事蒙少達 其實早幾個月前已經有媒體報導蒙少達 雖然已經離開了香港 但其實他仍然是跟一眾的前職公盟在港餘業保持聯繫 甚至乎在背後指揮他們在勞動節當日 進行表面合法的軟對抗 如果報導是屬實的話 類似這種由蒙少達在海外指揮的禍港行動 無疑都會斷鏈 否則香港的餘業就會承受法律責任 大家都看到國安真的是禮真的 所以都不夠膽怠慢 香港律師會會長陳澤銘 在收到律政司司長林定國的要求之後 都立即說已經展開了既定的程序去處理投訴 會以保密的原則去處理這個投訴 等待有結果就會對外公佈了 陳澤銘就說到我們香港律師會有既定的程序 一直都是行之有效 不會因為被投訴人的身份、地位或政治取向而受到影響 都會一事同人公平公正地處理 對於我們正常人來說 這個無疑是一個好消息 其實這個程序是怎樣的呢 這位律師會會長陳澤銘所說的既定程序 其實就是當律師會收到專業操守不當行為的投訴之後 就會進行調查 還有考慮是否交給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 作進一步的更進 如果發現涉及較嚴重的不當罪行 例如國安法 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 就會轉介個案給律師紀律審裁組的召集人 召集人就會根據法律程序任命據法定權力的律師紀律審裁組 律師紀律審裁組有權對被涉嫌專業不當的律師進行罰款 予以譴責 較嚴重的話就會暫停他的執業資格 即是俗稱停牌 甚或在律師登記策上將他除名 即是更加嚴重的釘牌 大律師公會對被投訴的大律師也有類似的程序 即是根據法例第159P章 大律師紀律審裁組法律程序規則 任命據法定權力的大律師紀律審裁組 對涉嫌專業行為不當的大律師進行類似的處置 郭榮鏗和任健鋒身處海外 紀律審裁組會如何進行呢 首先有關的審裁組可能要申請海外派送文件 或者以替代的方式去派送 例如在中英文報章刊登廣告 電郵派送 又或者把文件送去他們最後知道 可能會找到對方的地址 可能在他們律師名冊上登記的地址 若然審裁組已經派送了文件 但他們都沒有出席聆訊的話 審裁組可以在對方缺席的情況下 去進行聆訊和作出裁決 所以任健鋒和郭榮鏗出不出現在香港 審訊must go on 都不會影響得到 另外 假如申請人 也就是律師會 或者大律師公會一方缺席聆訊 紀律審裁組可以運用著情權 去決定不進行聆訊 或者拒絕有關的申請 所以現在律師會的會長都表明會跟進 相信這個情況都不會見到 律師會前會長 我們法律界的立法會員 也就是我的同事林新強 亦都說明有關的聆訊 估計需要一至兩年 而律師會因為沒有設有遙控聆訊 相信被投訴人要回香港才可以答辯 要摩就是缺席聆訊 我相信郭榮鏗和任健鋒不會為了牌而回香港 但如果郭榮鏗和任健鋒真的敢回來的話 相信國安都會在機場裡迎接他們 大律師和律師紀律審裁組的紀律聆訊 涉及的費用包括大律師公會或律師會 還有檢控員和審裁組書記等等 一般都會由大律師公會或律師會 以及律政司以電資方式支付 以便展開相關程序 在紀律聆訊結束之後 便會由敗訴那一方支付相關費用 即是被裁定專業失當的大律師或律師要他承擔 若然投訴成立 大概至少需要幾十萬的總費 所以都別說沒有影響 一早著草走路去台灣的陳淑莊 都是一個例子 他在2014年非法佔中期間 煽惑他人犯公眾防擾 和煽惑他人煽惑公眾防擾罪兩宗罪罪成 被法院判處入獄8個月換刑兩年 雖然其後他曾提出上訴 但被上訴庭駁回 大家可能會問 明明都換刑 不用坐牢 陳淑莊還要有風洗進來去上訴 因為有關定罪對於陳淑莊的大律師牌 都會有影響 大律師工會陳淑莊的情況都作出裁決 在去年8月9日收到對陳淑莊的投訴 先別說單純對陳淑莊作出譴責而不停牌 是否合當 但大律師工會都願意以工會的身份 認證陳淑莊的行為有違大律師行為守則 總算是向社會釋出正確訊息 因為違反大律師行為守則 又可能會導致大律師專業聲譽受損 今年3月被工會紀律審裁團譴責 個案詳情抄送司法界、律政司、律師會、法律援助署 和當席律師計劃、破產管理署等等 同時刊登在工會網站上 維持3個月 最兇的就是命令陳淑莊需要支付工會14萬的重費 而今次投訴涉及《香港國安法》 以往從來沒有處理過 但有了這個先例 相信對於大眾來說 要跟進一班違反《國安法》的漢奸都是一個好的開始 其他漢奸都腳陣 怕牌子隨時被釘 有案在身的執業政客大律師其實都大有人在 其中在我們《香港資深大律師》名冊當中 排第一的就是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 還有就是公民黨的前立法會議員吳靠儀 李柱銘和吳靠儀因為在2019年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在2021年在区域法院被判入獄 換刑兩年 同年報道亦提到 大律師公會已經就李柱銘和吳靠儀干犯刑事罪行進行調查 去確定他們的行為有沒有違反大律師行為守則 現在計一計 兩年過去了 大律師公會有沒有繼續調查事件 我們外界無從得知 而去年11月底有報道說 李柱銘和吳靠儀等候上訴庭批出上訴許可 最快半年內有結果 屈指一算上訴庭當日預計半年的期限 好快就完結了 我們都期望上訴庭和大律師公會 都會對涉及李柱銘和吳靠儀的案件 有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裁決 藉著案件帶出必須守法和維護法治的正面訊息 哪怕你是大律師也好 都是一視同仁 根據大律師公會網站的資料 所有香港的執業大律師都受到行為守則規管 行為守則列明大律師職責和行為的原則 若然大律師違反了行為守則 大律師公會執委會就會將投訴轉介大律師紀律審裁組進行言訊 紀律審裁組是獨立運作的 成員都是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 若然這名大律師被裁定專業失當 大律師紀律審裁組有權頒布紀律處分 包括剛才和大家說的罰款 暫時吊銷牌照或正式取消執業資格 到底李柱銘會不會在職業生涯上留有污點呢 大律師公會最終會不會仿效陳淑莊案件的做法 譴責李柱銘和吳鵝宜 甚至提出更加嚴厲的處分呢 我們都會密切留意著 隨著聆訊受到重視 大律師公會都要交代一下結果 其實都說拖了兩年 再拖的話他們是人是鬼都一目了然 是鬼的話就要捉了 就好像黃之鋒一樣 可能大家都當他發一瘋 但如今看來可能是空月來風 被還押的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在上個月在社交平台的鐵文大談觸鬼論 就算是同一其次之下 每個人的動機和慾望還有追求 甚至乎是期望達到的自我實現其實都很不同 他說自己人和鬼這個定型和標籤 就令到他們疏於思考和理解複雜的人性 為什麼得出這樣的結論呢 黃之鋒的鐵文就說 在之前的日子 有些人就會用最純粹最迫裏分明 又或者是正邪對決的異元立場去看待事態 習慣將人區別為好人和壞人 如果是被歸類為正派的角色表現超出自身接受的範圍 就會被貶為鬼 他說其實之前聖極一時的觸鬼論之所以流行 某程度都是源於有人看到表現不符的個人標準尺度 往往傾向片面去解讀一定是對家派來他們的陣營潛伏搞事 同時也預設了特別是和自己有私交的人一定是對的 一定是有正當的動機 久而久之他就說 相信已經有更多人明白 團結不分化從來都不應該是一句了事 就可以平息爭端的萬能傑 就算是同路人 在遭遇試煉的時候 他的舉動令人失望不憤為人不恥 也可以成為所謂對家的人 他說固然對同行的人造成傷害 又或者是有如十小辣和大辣程度的分野 但黃之鋒就說 對於坊間急於為種種令人失望的行徑搬出理由 嘗試去找合理解釋 包括說他們一定是有難言之隱 或者本意出於善心 甚至迴避不說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可能這樣都反映了人要適應和消化 但黃之鋒都明白每個人都有苦衝 相比起之前簡單地把加害者和受害者著出區分 若然對事態保持關心的話 都應該會意識到受害者和加害者兩個身份都會有重疊 為何黃之鋒突然有敢而發呢 現在看來都可能與羅冠聰有關 警方國家安全處連日來採取行動 在7月5日 國安拘捕了前香港眾志主席林朗彥等等四名人士 因為經營網購平台 懲罰Me的APP 涉嫌資助海外著草的羅冠聰 國安人員也在7月6日在機場再拘捕多一名涉案者 他是香港眾志的前常委朱恩浩 當天他準備搭飛機去台灣 相信是想著草的 在機場被國安人員攔截了 我推測應該是有人讀灰 所以國安人員才可以那麼迅速 那麼精準地攔截下來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這條影片和大家詳細分析 警方國安處之後都採取行動 去到東聰帶走羅冠聰一家三口去問華 在7月13日再採取行動 帶走兩男一女去調查 那就是和羅冠聰有關 而其中一個就是前香港眾志的常委 過往被視為黃之鋒親密戰友的林純軒 那林純軒是什麼人呢 他會不會就是黃之鋒做一個越港的鬼呢 通常越親密的人 就越有機會出賣他 而出賣他的程度 相信都會被任何一個普通人都要傷 首先有別於其他前香港眾志的成員 林純軒不是被拘捕 而是被帶走問華 而且林純軒都有不良背景 二年三十歲的林純軒和黃之鋒早在學民思潮的年代已經認識 所以相當之老友 在學民思潮成立的初期 林純軒被視為黃之鋒的左右手 更加和黃之鋒一起參與2012年的反國教 隨後就是2014年的非法戰中 林純軒多次擔任大台發言人 去煽動一班學生參與 可以見到角色都舉足輕重 2016年學民思潮解散 林純軒和羅冠聰、黃之鋒、周庭成立了香港眾志 更加當選常委 雖然林純軒的知名度不及黃之鋒、羅冠聰和周庭 但都被視為眾志的核心成員 隨著黃之鋒和羅冠聰在2017年都分別要坐牢 林純軒更加一度升就好像香港眾志的大旗手 除了多次代表香港眾志對外發言 2017年9月更加頂替當時正在坐牢的黃之鋒 去到英國唱衰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出席了由末代港督彭定康主持的反中亂港論壇 當時一度令林純軒以氣風發 所以很快升得越快 跌得越痛 他就因為金錢醜聞被其他成員針對 槍打出頭料就是這些 之後成為了過街老鼠 2017年11月眾志爆出龍女雞造反的事件 而香港眾志對外宣稱林純軒違反了黨內的財政處理程序 所以林純軒也有出賣同伴的紀錄 而當時香港眾志將林純軒隔走 雖然眾志聲稱沒有任何財政損失 但都不禁人質疑林純軒這樣被隔走 會不會都心中有一條刺 林純軒無疑對從政仍有眷戀 因為去到2019年黑暴期間 林純軒繼續為《立場新聞》去讚寫一些線報的文章 所以自退出香港眾志之後 林純軒雖然表面好像淡出了抗爭的舞台 但其實他都沒有退出政壇 和這個圈的連繫都沒有斷裂 所以他可能都有原因去爆香港眾志的料 出於震恨之前的一些恩怨情仇 除了林純軒之外 另一隻鬼會不會就是周庭呢 因為向林純軒問話當日 國安其實就是找了兩男一女 另外那一男一女一直都沒有公佈他們的身份 會不會這一男一女都是鬼呢 如果是前眾志成員又是女的 大家會想到誰呢 不其然就會想到周庭 周庭也不是沒有原因督灰 因為據我們已知的資料 雖然周庭就銷聲匿跡 但他還有國安案在身 警方在2020年8月10日 拘捕了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當時周庭也是被捕的其中一人 周庭被指涉嫌違反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當時他獲准以港幣2萬元和18萬人士保息 亦要交出所有旅遊證件禁止出境 到2021年周庭因為刑事案件出獄 當時他國安案件的情況都沒有變 而這兩年亦沒有新消息說 國安不再對他進行調查 所以很大機會周庭還揹著案件在身 在香港不能出境 如何減輕他自己的刑責 刀灰一定是一個方向 相信這群西人現在都很擔心 因為隨著八大漢奸的通緝令 可能都會查出更多罪證 然後順藤摸瓜摸到西人的資金 知道西人的參與程度 所以英國都說明他們會派完 特區政府這八大通緝令 向中國駐英大使正式抗議 英國外交聯邦及發展事務 國務大臣卓雅敏在當地時間 7月13日在下議院發表部長聲明 就說特區政府圓洪通緝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 就好像他說了算 他就說目的是想恐嚇和平維權者 令他們禁聲 有關的做法只會進一步破壞香港的國際形象和地位 更加說香港國安法會損害香港的獨特性 多元化和活力 只會令到香港和商界漸行漸轉 令到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蒙受風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都奉勸英國人不要來投資 真的沒什麼所謂 如果英國人真的聽他說的話 他就說英國絕對不會容忍 在英國的人士受到滋擾 他就說這樣就影響到民主和基本人權 他更加透露 因為特區政府對英方早前的勸語聽而不聞 外商也指示了高級官員 特區政府近期的行動 向中國駐英大使提出正式抗議 一定是國安調查的方向正確 西人才會這麼緊張 大家說是不是 如果調查方向是錯的話 我相信西人現在應該是不停鼓掌 叫我們繼續查下去 中方也在收到有關的消息之後 隨即約談英國外交部官員 就是反客為主 英方在我們香港問題上的言行 提出嚴正交涉 表達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就要叫英國停止 再干預我們中國的事務 而大使鄭澤光當日 約談英國外交部官員 英方在涉港問題的錯誤言行 提出了嚴正交涉 英國沒有權對香港警方的執法行動說三道四 鄭澤光也指出 英方為反中亂港分子搖旗立喊 包庇罪犯完全顛倒是非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和蝕足法治 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 最諷刺的是當英國在對我們國安法說三道四 好像瘋狂吠 說到我們香港國安法就是剝奪人權 剝奪自由等等 近日我們特區政府 就向百名的漢奸發出通緝令之後 英國的廢聲更加提高百度 大聲甲惡 有什麼狗吠得特別大聲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與此同時 英國自己的國家安全法案 近日正式成為法令 條文有多辣 法規有多嚴 亦令我們大開眼界 經過英國國會一番審議之後 英國的國家安全法案 就在7月11日正式成為法令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嚴打外國勢力干預英國政治 威脅國家安全 具體的規管機制就是設立 所謂的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 任何個人或組織 如果獲得外國勢力授意在英國進行 影響政治活動 都必須向英國當局登記 否則就是觸犯了刑事罪 英國內政部更加說明 對投票等等行為作出干預 亦都是違法的行為 至於什麼組織歸納去這個類別 一切都是由英國政府說了算 只要英國政府證明 某一個人或團體所做的事 與外國政權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都不能逃避他們的法例規管 另外法例涵蓋的範圍多廣 令所謂的外國干預不止是政治範疇 還包括損害他們國家利益的行為 換言之 就算是外國商業機構 在英國進行投資 在建立生意聯繫的時候 如果被懷疑威脅到國家安全的話 都會成為這條法例的打擊目標 英國國安法另一個最辣的位置 就是警方可以在必要時重手出擊 完全不需要法庭的授權 都可以行使搜查權 更加可以在拘捕疑犯之後 就將他扣留最多14天 而當局可以基於合理的理由 不准疑犯離開家 又或者禁止他用到電腦和手機 你想想今時今日不讓他用手機和對外聯繫 真是很嚴重的懲罰 未犯法就先打三十大板 英國警方針對國安案件 不需要用到法庭首領都可以入屋搜查 權力之大 大家可以對比我們香港的法例 是沒有賦予警方這個權力的 另外英國警方可以扣留疑犯14天 這個時間也是遠遠超過我們香港所說的48小時 同時這些西人政棍指責我們香港國安法有域外效力 威脅到逃到外國的國安犯 其實英國國安法同樣都有廣泛的域外司法管轄權 這個做法與美國、加拿大和歐盟相同 而英國的更加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英國政客批評我們香港警方通緝這八大漢奸 其實都是強詞奪理的 英國針對國家安全訂立的法律 對比我們香港國安法 就是完全是蚊腿和牛腿 英國就是那種態度 就是我們香港做的話就不行 它做到怎樣做到加零一就可以 那麵皮之口和它怎樣雙重標準法 西人爹的確添沒了一個道理 就是它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我們 二年八十歲的美國總統拜登 向來都會在公眾場合做一些令人尷尬的行為 自上任以來他多次在公眾場合做出詭異的舉動 引發外界的揣測 相信大家都記憶猶身 例如和空氣握手 又或者經常都跌倒 上飛機跌倒 走平地又跌倒 連帶八公都尷尬 經常都要出來說拜登沒事 健康得狠 美國總統拜登在上個月29日 接受MSNBC的直播專訪 都有出現了令人尷尬的畫面 在訪問進行了大約20分鐘之後 拜登突然起身 向主持人握手 在大家眾目睽睽之下突然間離開了攝影棚 這個突如其來的狀況 令到主持人立即要對著鏡頭說 叫大家不要走開 之後就進廣告 真的應對得非常鎮定 因為拜登這麼奇異的行為 在網上引起不少人的討論 包括美國保守派學者蓋斯特 他就在推特發貼文說 拜登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這個是電視直播 都可以這樣出醜 我覺得以上種種的行為的確是怪異的 但實際上損害不了人 大家都可以一笑自知 但當影響到人的時候 帶給人童年陰影 我覺得不可以當笑話就算了 拜登在上星期四 即7月13日 結束了歐洲訪問之旅 準備在芬蘭的國際機場 乘搭轉機之前 他跟前來道別的美國大使館工作人員 和家屬拍照留念 但他被影響到 用嘴巴不停地啪吻其中一個小女孩 小女孩用一念的厭惡回敬拜登 影片曝光之後 不少人士都說拜登的行為有夠詭異 根據美國傳媒的報導 拜登當日向機場送別的 職員和家屬道別 走到一對母女的面前 突然停下 突然將頭靠近 在媽媽懷中的小女孩 更加用自己的嘴巴 向著這個小女孩的身 剁了幾下 有點像剁木鳥 不過都夠詭異 因為是一個老伯伯做這樣的行為 如果是剁木鳥 你會覺得很可惡 但一個好像拜登的老伯伯 你會覺得有點嘔心 拜登更加裝了鬼臉 最後就企圖想疼女孩的面珠燈 整個過程這個小女孩都走光了 眉頭 相當不自在 更加不停地嘗試避開拜登 但拜登不以為疑 一直都膽操離 被旁邊的民眾 拍下了這個令人尷尬的畫面 這個非常詭異的影片 隨即也在推特封傳 有網民說 80歲的拜登和小女孩的互動 令人毛骨悚然 也有網民認為 這個小女孩一定會留有童年陰影 網民的說話未必是十分之到辱 美國國內的保守派人士 對於拜登的批評 可以說是不留情面 共和黨的黨員諷刺拜登 將小女孩當成甜筒雪糕 不停地嘟 而前總統特朗普的兒子 Donald Trump Jr. 更加批評拜登應該要住養老院 而不是擔任領導者 我覺得拜登應該去封人院才對 因為拜登的行為 都可以比美特利喇嘛 特利喇嘛早前被踢爆 當眾要求一個小男童給他 真是臭味傷頭 不同的是拜登在騷擾小女童 今集的時間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希望你的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 會不會和男生派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如果未訂閱我長引JofieChannel的YouTube頻道 記得右下角就是免費訂閱 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感謝你的收看 看完之後 記得要讚好 和留言告訴你你的看法 記得也要廣傳我的影片 如果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右下角就是免費訂閱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